小月 你看 这个地铁已经修到这儿来了 对啊 好久没来 也并不远 经过来发现这边穿起来的在修地铁 桥都已经下到这儿了 修得挺快的 那咱们的房子估计又要升值了吧 因为这个地铁口就离我们那个小区大概步行几分钟的时间 感觉修好了以后出行就特别方便了 挺美的啊 今天主要来这儿是因为风特别大 打出带果果 跟朋友来这儿放风筝 走吧 没想到发现地铁口的进度特别快了 还挺高兴的 走了果果 妈 你当时说我们两个买的房子特别偏 现在怎么样 地铁修过来的又 那个时间就是偏 现在发展就可以了 发展的特别快是吧 现在这个东方说了 买房这个事啊 就是前期买房 你看那个配套设施不是特别齐全 但是那个时候它价格便宜 如果配套设施特别全的时候 它价格也贵 所以你买的是有潜力的那种房子 对对 今天风大 放风筝的人好多呀 就要这么大的风 不然很难放起来 今天让果果放 果果全程放 可乐也放啊 我不会放 你 诶 你还拿了两个风筝 给他们俩一人一个 哦 可乐放 可乐放一个 果果放一个啊 你先给我弄起来呀 你慢慢给你弄 小月说她是放风筝高手 说她上学的时候经常放风筝 这头风呢 快点疯 удар 到了 盗雨agadi 鬼恶 大雨肯肯已经等了 这个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放起来也不容易 看大伟把这个风筝给放掉地下了 可乐这边也没放成功 妈 吊底下去了 我赶紧扯上来 放得高的风筝就越飞越远了 现在没风了 风筝放不起来 咱们去雁明湖去玩会儿 不过去雁明湖了 这个大桥下面就是产河 我们家就在那个方向 然后 乔丁尼尔就是公园 对 公园 其实这边的居住环境还挺好的 然后地铁站一看也修过来了 以后就在那一块 感觉这个地理位置还行 挺不错的 现在挺满意的 对于你当时买房那个位置 对 如果要有风筝就吹了 至少我最遗忘都会 光荣泪坠 走到风筝就走一步 我们都逛到天黑了 你看 这下有一个带光的 咱们回家啦 你那一块美织的结果 美国一直都在找 safety 是啊 такой 吃